这个好好吃啊 完了我今天真的来重庆之后吃了好多 我今天在重庆是来见曾经跟我一起在上海奋斗过的朋友 就很多年前我在上海开过一家海鲜店 然后我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奋斗过的 然后呢他们家是在重庆有一个很老牌的冰粉店 给你们看一下特别好吃 是我心目中国内冰粉的top 但只是我心中只代表我个人 我现在在担子石老街的大佛段镇街 这是大佛段镇街的路牌 他们家店就在这边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们家还是个小摊 现在变成了一家门店 你出镜是吧 我不出吧 出吧 出吧 对你出吧 搞错了 再来 杨杨说是为了我才出镜的 别人都没拍过他 我看看 我刚听说他们家凉虾已经卖完了 你可以站那边 你别害羞 你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阿亮凉糕就是我们家的招牌 卖得最好的 就是里面有红糖 牢骚 黄豆粉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然后包括这个凉糕也是主要是大米做的 然后就是这个凉糕 是这个 洛基基的 然后就会这样打成一份一份的 然后再打这些配料 洛基基的 洛基基的 这个是米做的 对对对 就是每天我们炫做的 就是我做的 都是你自己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尝一份 可以 但是我要 那好吧 那叫凉糕吧 我比较想吃冰粉 也可以 我要吃三鲜冰粉 一样一份 凉糕已经卖完了 对 就是我特别想吃他们家凉糕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刚才我听说他们家已经卖完了 凉糕是他们家现在最热销的产品 因为凉糕它是水泡着 就像米用水泡着 它就会 泡久了就会散掉 然后就做的不太多 你等一下 我太远一点 好 你说 然后天气也不太好 嗯 然后今天会就可能会有暴雨 就做的比较少 好 然后再给打个冰粉 冰粉要加冰吗 要加冰 我去红糖 米酒 三鲜冰粉是哪三鲜 就是牢糟 银耳 还有小汤圆 对 你们家开了有多少年 今年是13年 汤圆也是自己做的吗 对 自己搓的 哦 就你们家所有的配料也都是自己做的 嗯 米酒也是 对 所以我说我在外地吃的那些冰粉都是弟弟 你们家黄豆粉也是自己做的 嗯 自己炒炒了然后打成粪子 哎 那你们家有点夸张哎我感觉 咬粮糕然后蘸一点这个黄豆粉 哦好 那这个粮糕它是米做的 主要成份大米 那它是靠什么东西凝固在一起呢 那它是靠什么东西凝固在一起呢 靠秘方 让我看 小汤圆这样靠秘方 我们家羊羊可是上过天爷下上的 这个是粮糕 你们坐在我旁边我都不好意思吃了 这个粮糕里面有米酒 哦 超好吃跟在别的地方吃的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在南京就是或者在外地吃的那种粮糕 它其实是用 就粮糕粉 几乎都是那个粮糕粉 哦对就是没有它这种口感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什么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粮糕的纹路 我先看一下这样看不清 就是很有韧性 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自己用米磨成米浆做的 就是这个纹路 特别有韧性有口感 跟外面吃的那些真的不一样 粮糕真的超好吃很有口感 你要蘸一点点这个黄豆粉它就很香 黄豆粉也都是他们家自己把黄豆炒熟了磨成的粉 黄豆粉 然后凉 哦这个好好吃啊 完了我今天真的来重庆之后吃了好多 我现在要先郑重的推荐一下冰粉 黄豆粉还在我嘴里面真的好香好香 这个冰粉再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自从快十年前在洋洋家吃过冰粉之后 我几乎就是我很少在外面再吃冰粉了 因为我记得他们家红糖浆是有讲究的对吧 红糖也是我们自己熬的 哦 你们红糖现在也自己熬 啊对我们都是自己熬 哦 那这个圆子自己做的红糖米酒 我今天真的吃太多了 我要把这两份都吃完 这个是两个冰粉 冰粉真的超级超级好吃 超级熟 哎就是相对于三鲜冰粉 我更喜欢那种只放红糖浆 你们家现在还有吗 有有有 那我也不要我今天真吃不下 因为我们刚才一起吃火锅真吃不下 有的就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 嗯 就你们第一次吃冰粉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只放红糖浆 像外面很多店放水果什么的 我都觉得这不是真东的冰粉 对我们小时候就只有红糖 嗯 这个红糖也是他们家手工熬的 就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 山楂 对山楂乌梅汁跟甘蔗马蹄水 都是他们家自己熬的 就是用山楂跟乌梅 还有甘蔗跟马蹄分别自己煮的水 真的超赞 我最后说一下他们家是晚上五点钟才开始营业哦 不做白天生意哦 下午五点钟才营业 七点半的时候凉虾都卖完了 所以我打算过两天再过来吃一次 我是炸鸡少女带你看遍人间烟火器 中心 123 1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